中央現今已經改革的目標 已經只向農部和老農經貼 中央建議農委會 分該團結束農部和廷伴老農經貼 以國部和老部來出台 因為本年的農民人口很多 這項消息引起很多農民的不滿 我們是無理啦 要怎麼刺繡 怎麼做農的就在艱苦 整棋裡就叫那些人回去 死死掉就好 不要亂了 一些西方鐵隊 要求這個外國就有辦法 台灣才刺不夠 對吧 對吧 阿民說人半斗 我們台灣人也不是說半斗 阿都在一起做阿都 他沒錢 阿都沒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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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棋處室 管副農的處人員表示 目前這項價位 只是一個建議員 如果要真實推動 他又必須要經過國上官大會的討論 最近 開始有傳出說 我們中央的農委會 有在研究農部的落日時程 實際上這是我們中央研究員 他所提出的一項研究的建議書 沒有啦 那不是 又不是一個要執行的政策 如果中央如果要來執行的位 又有一段時間要走 也要我們國界 重分的討論 才有可能 根據農委會通計 目前全國參加農部的診所 有145萬人 連農民 農民有67萬人 到現在農部已經開順 1300億 農民聽每年的支出 有600多億 為什麼我們中央會傳出到這個 針對農部落日條款的研究 因為我們目前參加農部 全國有145萬人 經濟我們中央農委會的統計 現在開順每個1300多億 而且我們農民聽聽目前 現在全國是67萬人 一年內要支出600多億 那麼我們中央就認為 這樣造成我們中央的財政 很大的負擔 因為天板農部和天板農民聽聽 對農民的福利有很大的影響 農民的福利有很大的影響 農民的福利有很大的影響 政府如果要實施這項改革 也應該有適當的配套 以便順害農民的觀念 記者以便為蔡王報道